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说起90后记忆中的童年魔幻电影,肯定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《哈利波特》,但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另一部经典少儿魔幻电影《纳尼亚传奇》,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,故事的主角是四兄妹,父母为了他们的安危,将四兄妹送去了乡下教授家,教授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里,晚上其兄妹挽起了捉迷藏,最小的妹妹躲进了一个大衣柜, 却没想到衣柜的那边是另一片天地,那里下着挨挨白雪,在路灯下她遇见了半人半兽的人羊,她不仅没害怕,还和人羊攀谈起来,人羊告诉她这里是纳尼亚,并邀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客,小妹毫不设防地跟她走,谁知人羊趁机对她使用催眠术,原来纳尼亚被白巫婆控制,她下达命令要抓住所有的人类小孩,但人羊最后于心不忍放走了小妹,小妹从衣柜回到别墅后,将一切告诉 哥哥姐姐,但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,到了晚上她再次去到衣柜,被起来上厕所的三哥撞见,她一路跟着小妹去到了纳尼亚,正好遇见了驱车路过的白巫婆,白巫婆用魔法变出来的热汤和糖果又骗她,从她嘴里得知她还有几个兄弟姐妹,还骗她只要她将其余几人带去王宫,就会让她当自己国家的王,随后便让她回到别墅, 第二天几兄妹在打球时不小心闯祸将玻璃窗打碎,为了躲开女管家的责罚,他们躲进了衣柜,几个人果不其然来到了纳尼亚,柯哥和姐姐这才相信了小妹,小妹带几人去找仁阳先生,到了屋内却只剩下一片狼藉,就在几人不知所措时,一只会说话的吐蕃鼠出现了,原来吐蕃鼠是仁阳的朋友,他们来到了吐蕃鼠家,吐蕃鼠告诉他们,纳尼亚真正的同龄者是一头叫做阿斯兰的狮子,要帮助纳尼亚冲, 同归和平,他们四个是关键人物,就在几人谈话间,老三却心心念念要去白巫婆的王宫,他害怕把老大带去王宫就会夺走自己的王位,于是独自一人去到王宫,结果成为了白巫婆的阶下囚,三兄妹决定先去找阿斯兰再救老三出来,路上他们遇见了圣诞老人,圣诞老人给了他们一些武器,在过河的时候几人被狼群围攻,就在他们无路可退时大水将他们冲下了河道,虽然一路惊险, 但几人最终成功到达营地,成功地见到了领袖阿斯兰,晚上阿斯兰就组织袭击了白巫婆的营地,将老三救了出来,几兄妹很善良,原谅了老三的背叛,而且只有老三最了解白巫婆的本事,他们决定留下帮助纳尼亚的居民。 几人开始练习骑马和剑术,很快白巫婆就来到了营地,向阿斯兰讨要叛徒老三。 作为叛徒的老三必须被处死在石桌上,阿斯兰为了救老三,决定替他去死,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这个决定,只有小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 他半夜叫上二姐跟踪阿斯兰,亲眼看着阿斯兰走上了祭台,任凭白巫婆的手下对自己领主,最后被拖拽上石桌刺死。 等一切结束后只剩下阿斯兰冰冷冷的尸体,伤心的姐妹俩正准备回去将这个消息告诉部落,阿斯兰却突然复活从重生之门走了出来。 原来石桌只能杀死真正的叛徒,而阿斯兰不仅不是叛徒,还是正义的领袖。 两人一师急忙赶去了白巫婆的王宫,救出了那些被白巫婆困住的人。 此时,白巫婆的军队正在攻打纳尼亚部落,处于人数劣势的纳尼亚伤亡惨重,大哥也差点被刺中。 好在老三替他挡了一件,就在危机时刻,阿斯兰回来了,他一口扑向了白巫婆,结束了这场愚蠢的战争,最终四人成为了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。 经过多年,几人已经长大,一天,他们再次去到当年那个路灯下,找到了衣柜的所在。 当他们穿过衣柜后,又恢复了小孩的身份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关于童年我们总是有许多幻想,但无论怎样,小孩子也不要乱相信别人的话哦。 好了,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见。